这脚印 奇怪 蓝明明和我们说过 猫咪的脚印深浅均匀 且通常都是整齐的直线 但是劳迪斯的脚印却一场杂乱 还深浅不一 再加上之前掉落的脚环 他这是 受伤了 难怪他刚才那副模样 原来防备的并不是我 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就对了 我怎么可能那么惹人嫌 我可是弗洛斯最受欢迎的 一新的维塔 应该只是一场意外吧 这是 血 这附近的爪印不太平整 劳迪斯 他究竟遇到了什么 这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地震 是啊 就在今天早晨 天还没亮的时候 真的可厉害了 这上面的碗碟啊 碎了一地 何光 你没有感觉到吗 不 抱歉 我可能睡得太熟了 你真该改一改这个随时道歉的毛病了 大家都没事 有什么可抱歉的 我知道了 抱歉 对不 我 那个 你可真是 我原本只是想让你放轻松一点 算了 按照你喜欢的说话方式来吧 不过 话说回来 应该由我向你道谢才对 生病卧床之后 多亏你们经常过来探望 还帮忙送药和送饭 我才能这么快恢复精神啊 不 不用客气 我明明没有做什么 对 你还是谢成姐和小子吧 毕竟那些食物药品都是他们准备的 比起他们 我做的不算什么 我当然也要找机会好好感谢他们 但事情一马归一马 你愿意陪我聊天 听我讲那些老掉牙的故事 我当然也要谢谢你 唉 年纪大了 人毕竟还是啰嗦 像我的孙子就一句话都不乐意多听我唠叨 唉呀 能有你这样温柔又细心的人 做诚实的记录员 可真是太好了 请 请千万别这么说 现在的我实在当不起这样的夸奖 那个 时间不早我也该离开了 帕特罗 我们下次见吧 唉呀 我不逗你了 你再多坐会儿吧 抱歉 这不是帕特罗的问题 只是 我也差不多该开始今天的工作了 毕竟 我的职责就像 就像城市的眼睛 对吧 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记录城市了 下次再见吧 记得多来坐坐 今天的记录要从哪里开始呢 总觉得对帕特罗提到的地震有些在意 再向其他人问一问吧 早上好 请 这么早就开始工作了吗 真勤奋啊 没 没那回事 倒是安提 难得看你这么早出门 是啊 大清早就被一连串的动静吵醒了 索性出来晒晒太阳 看来今天早晨的地震真的很严重 地震 什么地震 啊 吵醒你的不是地震吗 当然不是了 我天不亮就醒了过来 哪有什么地震 反倒是城市的另一头 一直传来奇怪的脚步声 脚步声 是啊 那声音很大 持续的时间又长 就好像有几百个人在一起跑步一样 难道说城里最近要举办什么运动会吗 这 我倒没有听说 连消息最灵通的记录员都没听说过 看来是我弄错了 可是 那声音究竟会是什么呢 早上好 西路 是何光阁呀 早上好 你今天在做什么调查呢 脚步声 没什么印象 不会是他睡糊涂了吧 还有帕特罗爷爷说到的地震 我也一点感觉都没有 诶 怎么会 作为市民食堂的员工 我可是整个弗洛斯里起得最早的人之夜 我可以担保 绝对没有他们说的那些动静 不过 我的确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接连不断 又有些沉闷 就像是拳头砸在面团上一样 击大的声音吗 我明白了 谢谢你 西路 地震 地震 脚步声 还有击打的声音 太奇怪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每个人听到的动静都不太一样 不行 这样想下去也毫无头绪 去问问兰吧 他一向见多识广 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 说起来 今天还没有见过他们几个 何光 你也在调查今天清晨发生的怪事吗 阿克 是啊 你也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吗 倒不是什么声音 不过 算了 你还是跟我来吧 就在前面了 你看 那边的柱子 你也不想给他 你以为了 老太 和你以为了 你以为了 你以为了 难道说 这跟石柱断裂的原因 怎么样 何光 有什么发现吗 能把桌子变成这样 一定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吧 不 不至于吧 可能只是年久失修而已 我会联系红帮忙修复的 这样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还以为弗洛斯要有大麻烦了 既然何光这么说 那我就放心了 不必担心 不过 这种老化师修的建筑 还是相当危险 在我们彻底解决问题之前 可以请你转告大家 先不要往这边来吗 没问题 就交给我吧 怎么办 要去通知大家吗 不 现在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还是再搜集一些线索吧 按照安提的说法 应该是这个方向 这就是脚步伤 七大伤 怎么 你 你是 优优独播放